一直以宣扬台湾文化还有传统为宗旨的台湾会馆 长期以来得到了当地侨民的好评 而近期呢新的董事团队亮相社区 向公众介绍了未来工作策略还有目标 近日新当选的台湾会馆董事团队集体亮相社区 董事长林荣松带领全体董事成员 向社区公布了未来工作的策略和目标 发布会上着重强调了三大远景 首先积极筹备运作台湾会馆20周年庆祝事宜 其次积极开始与其他主流团体接洽建立良好的联系 最后注重与年轻一代台门人的联系与活动 穿车会馆精神永续发展 台湾会馆以前的宗旨是服务和学怀乡 那么我们想再增加一个回馈 像台门人如果经济情况比较好的 可以奉献一点他的财力来服务社区 然后年轻人经济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奉献他的时间来服务这个社区 那台湾会馆想做的事情蛮多的 就是提供相亲的一些更多的服务 像有一些讲座啊 就是免费的医疗讲座 那个园艺讲座 还有可能办一些旅游的事情来服务相亲 那另一方面需要把台湾会馆成立18年以来 所有的资料是不是把它做一个好好的整理 给我们这个社区留下一个好的记录 那我们最近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会馆有成立几个FUN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福祉新世代活动的基金 就是年轻人你办活动 但是你没有钱 那会馆有成立一个基金 你可以把你的办件拿出来 然后来会馆申请 我们经过审核后可以补助你的机会 鼓励年轻人来办活动 这是我们最近比较一个新的思维 多年来台湾会馆以宣扬台湾文化与传统 促进台美人与外族裔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为宗旨 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利民活动 深受当地侨民的好评 新一届的领导团体表示 不仅会继续发扬之前的优点 还会更加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台美人 传承优质的传统文化 台湾会馆会定期举办活动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关于活动相亲 您可以登陆官网进行了解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